粉丝分享 不朝人叫唤,只是独自默默地忍受着 有时也只是小声地哼急着 狗狗被鼠夹夹住 它宁愿自己受着,也不愿打扰路人 画面太叫人心酸 流浪狗不小心被老鼠夹夹到脚 独自默默地忍受 女孩行为令人点赞雪花新闻 流浪狗不小心被老鼠夹夹到脚 独自默默地忍受 当时我看它那不敢靠近人 但是又十分想要解脱的样子 这时我说什么也不能就这么走开呀 真的是太可怜的了 何况它也不会乱叫 虽然我也是第一次碰到它 虽然心里还是有些发怵 但是看着它那难受的样子 真心的不舍得 后来我就跟朋友说你去找兽医过来 我在这安抚着它 朋友也跟我一样着急 但是它又挺担心我的 我们的行为令周围的路人纷纷点赞 都说我们善良 流浪狗不小心被老鼠夹夹到脚 独自默默地忍受 女孩行为令人点赞雪花新闻 不过幸好这附近就有家宠物诊所 在朋友把医生请来之前 它也挺乖的 可能是狗狗能感受到我们是想要救它 它表现得还比较温顺 直到医生来了后 这才算是顺利地解决了 因为当时我们不敢靠近它身边 虽然知道它不会伤害我们 但是我还是为了万一 为了自身的安全 只是看着它 跟它保持着安全的距离的 流浪狗不小心被老鼠夹夹到脚 独自默默地忍受 女孩行为令人点赞雪花新闻 虽然事情比较曲折 但是后来还好狗狗没什么大碍 等它好点后 看它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 忽然就挺心疼它的 这么好的狗狗就这么的流浪在街上 想想它接下来的生活 我就挺揪心的慌 后来就为了它些东西就带回家里了 不过还好狗狗长期流浪 身体抵抗力还挺好的 带回家两天后 狗狗就又活蹦乱跳的了 刚回家还比较敏感 但是慢慢地相处下来 它已经开始接受我这个新主人了 只是有时会望着窗外发呆 不知道它是不是想念以前的哪个小伙伴了 如果您的那种状态还没有到这些市场 就是这个新主人了 是什么事 也就会发生了 看到人们有一个不动的 那种状态 的